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局勢的最新進展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再次發功 在昨天他和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勒談話 在這一趟談話裏面佩洛西作出兩項要求 分別就是要阻止特朗普總統使用軍事手段翻盤 以及要阻止他使用核武器 據多家媒體的報導所說 佩洛西的要求已經得到了軍方的保證 這一項的舉措等同於鎖死了特朗普翻盤的最後途徑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 Twitter剛剛宣布了 要將特朗普總統的帳號永久停權 當然他們也是用了一些相當荒誕的原因 等同於剝奪了總統的言論自由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民主黨在近日的舉措有多離譜 在昨天佩洛西跟了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進行談話 在這段談話當中 他們討論了可行的預防措施 以避免佩洛西口中的那位情緒不穩定 反覆無常的總統 展開一些軍事的敵對行動 以及下令發動核武攻擊 除此之外 他又寫了一封信給所有民主黨的國會議員 他說如果特朗普不願意自己辭職 又或者彭斯副總統不願意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 去罷免總統職位的話 他們就會對特朗普發動彈劾程序 根據最新的報導所說 民主黨將會在下星期一開始啟動彈劾程序 民主黨搞這麼多大農諷 其實無非要達到兩大目的 第一就是務求確保得到 在特朗普總統餘下這十幾天的任期裏面 他是不能夠正常發揮得到他作為總統應有的權利 是不能夠啟用得到軍事的選項 來謀求翻盤 因為這班人 即使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當中已經得手 但他們仍然是夜長夢多 總之一天未推到拜登上去做所謂的總統兼三軍總司令 他們一天都不放心 害怕特朗普總統會進行大反撲 實際他們說到特朗普又說他情緒有問題 又說他反覆無常 這些完全是對於他的一種污名化 而且自從發生了國會大樓的激烈示威以後 整班民主黨人就空群而出 猛地來唱衰特朗普 就說特朗普是發動這些激烈示威的 就賴他鼓吹民眾 煽動民眾來這樣做 這些完全是把特朗普妖魔化的 然後整班人就夾手夾腳 就說老屈特朗普是做出所謂的叛亂行為 究竟誰才是叛亂呢 現在這個世界是奸人當道 你真是不能說 總之過去兩個月以來所發生的事 一概都不提 只是聚焦在這一點上 然後老屈現任總統是叛亂也有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然後那些共和黨人就雞飛狗走 割隻的就割隻 跳船的就跳船 沉默的就沉默 剩下在參眾兩院裡頭 有小部分力支持特朗普到底 其中一個就是George Hawley 霍利 他都慘遭清算了 明明他準備要推出一本新書 誰知被出版商臨時腰斬了整個計劃 就說不幫你出了 因為你支持暴力 總之就把暴力這頂帽子扣在特朗普總統 以及支持他的親信身上 他們務求要做到一個什麼目的呢 就是要把這班人妖魔化 就是要令特朗普即使在他任期結束以後 都要把他的影響力縮到最小 現在他們就是有這樣的傾向 而且不單止是說特朗普本人 凡在現在這個階段 哪個國會議員繼續力支持特朗普到底 同樣地都會遭受到政治清算 總之他們就要確保一件事 就是特朗普在卸任之後 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可以繼續左右這個政局 他們是想發揮這個作用出來 現在很明顯的了 整個輿論氛圍是對於特朗普不利的 因為整班人誣蔑他搞暴力 搞煽動搞這些事情 而且佩洛西還惡毒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就是不斷口口聲聲說 說到特朗普好像精神有問題 就說他反覆無常 而且還故意阻止他使用這個核武器 老實說 用理性常識都會知道 特朗普怎會在餘下這十幾天裡無故地按核武器 是不是呢 而且按核武發射核彈 不是他一個人按制就可以 還要軍方有人配合才行 還要一個啟動馬 不是總統一個人說按就按 如果他真的失常那麼厲害的時候 在軍方就已經有人按住他 無厘頭怎會發射得到核武 但是沒有東西 他專程就是要說這件事出來 使得那些主流媒體 甚至乎有些共和黨人自己都開始動搖 是不是 有眼見的 大家看到的 大家有一件事不能忽略的 就是那些主流媒體的威力 仍然存在 現在大家有幸 我們在空氣當中能夠會面 你能夠通過網台 或者網絡的媒介來接收資訊 這個就是你比較先進一些 但是你不能夠排除的就是社會上很多豬兜 仍然是要看那些主流媒體來接收資訊 那些人就會信到十足 就會覺得 為什麼特朗普 是不是會在餘下的任期內 啟用核武呢 就會想這些多X餘的事情 實情根本上怎麼會發生呢 他故意說這件事出來 這個佩洛西是很惡毒的 你真的營造到他好像電腦正傳一樣 沒事的 所以大家現在就真的見識到 什麼是現代版的政治清算 就是用上一些這麼肉酸的手段 你不讓他用軍事手段來翻盤 你就照說 你說這件事都不夠 還要限制他使用核武 你就是讓人感覺到他好像瘋了線一樣 老實說我又不覺得他說會在最後的階段 或者是專程按鈕 因為這些事情不可能發生 不是說他按就按 軍方也要配合 又要啟動馬這一樣那樣 不是他一個人說了詞 抓了拼 拍了板 至於民主黨為什麼來到這個階段 都仍然是要對特朗普啟動彈劾的程序 有兩大因素 第一就是要為特朗普增添多一個污點 使他變成一個被彈劾下台的總統 而不是因為任期結束而自然卸任的總統 這件事真的是很惡毒 美國的歷史上沒有幾個總統是因為被彈劾而下台 一旦你是被彈劾而下台的話 基本上你那個在政界的影響力 多數都是不復存在的 因為根本上在政界裡沒有人再敢黏在你那裡 他們就是要想做到這個效果 這是必然的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說 不是啊 特朗普最少有七千多萬票 有很多基層民眾支持他 問題就是那些基層民眾幫不了他發聲 那些基層民眾都是要靠特朗普幫他們發聲 至於特朗普永遠只有他自己一把聲音 現在連Twitter、Facebook都被人封鎖了 到時當然你說他可以去Parler或者Mivie等等 但是來說沒有人在政界幫他說話都很窄 至於第二個原因為何在這個階段要彈劾特朗普 就是要逼共和黨人歸邊和表態 因為現在發生了為國會大樓激烈示威的事件 那到底你們這些共和黨人如何 如果你說支持這個彈劾案 就等同於背叛了特朗普 不過民主黨就歡迎你做二英仔 問題是如果你膽敢反對的時候 民主黨、主流媒體、科技巨企 諸如此類 一頂的暴力帽子就會扣在你的頭上 就會說你這個參議員、眾議員是否支持暴力 是否支持衝擊國會 破壞民主制度 九十幾條道德上的罪行就會加諸在你身上 那你說誰敢出來支持特朗普呢 有些人說不是的 共和黨在參議院都有50席的 有屁用嗎 這些事情是沒有用的 只要有17個參議員 拉隊去支持這個彈劾案 基本上就會過到三分之二的門檻 現在民主黨有50件 你再加到17件叛徒 就67件 就過到三分之二 眾議院就是簡單多數 你過半數就連民主黨都已經過半數 眾議院就過硬 至於參議院 當你一頂的暴力帽子扣下來的時候 不是多少人能夠站得穩 實際上國會大樓的激烈示威 在政界裡沒有一個人是不跟他們割席的 紛紛都說他們這些暴力行為是不可接受 諸如此類 所以大家就有眼見 原來美國社會對於所謂的激烈 或者是暴力的手段 那個接受程度是很低 是極低的 但其實這個也是雙重標準 在去年發生的所謂Antifa組織 或者是Black Lives Matter那些運動 是不是一樣打窄搶燒 是不是華盛頓一樣燒到火光紅紅 你那時有沒有看到民主黨的人走出來說 強烈譴責 有沒有扣這些暴力帽子上去 是沒有的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就叫做奸人當道 此一時彼一時 你做總統的時候 下面的人做什麼都可以 好了 到他現在準備要推著拜登上去 總之你這些人做什麼都不行 好了 搞到現在全國 甚至國際都要譴責這個示威活動 當然有些人也是慣性捉鬼 又說裡面有幾隻Antifa的鬼 我真是膽敢問一句 如果幾隻鬼都可以煽動得到幾萬民眾 那幾隻鬼的威力都很厲害 這些人其實就是 下意識都是想和所謂的暴力割蓄 即是和這些激進的示威活動割蓄 心底裡都不同意了 所以要快找到有幾隻鬼 於是把那些所謂和理非的群眾區分開來 就覺得一般民眾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只不過有幾隻鬼就是暴力 其實民兵都很暴力 是不是 軍隊都很暴力 那怎麼辦 但是同一班人又說會支持民兵出發 諸如此類的 根本上就是邏輯混亂 這些人其實就是葉公浩龍 說到支持利用一切的手段來捍衛公義和尋求真相 到最後稍為有一點激烈撞爛了幾塊玻璃 就立刻看到有兩隻鬼就賴到那兩隻鬼身上 其實只是心底裡都不同意這些激進行為 這樣就說鬼嘛 你不就用和平手段慢慢爭取 你爭取不到的 和平手段已經試完了 過去兩三個月試不夠嗎 所以到最後根本上民意基礎就是不足 一旦發生這些所謂動亂的時候就沒有人支持了 個個雞飛狗走割隻自保 大家有眼看 你看美國政界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特朗普 接下來十幾天他還用不用到一些軍事的選項呢 我相信又不行 根本上一用的時候你看看 只是撞爛了幾塊玻璃 那些人就已經鬼殺那麼吵 一頂頂帽子扣下來 他還怎麼用得到呢 你說那些民兵用不用得到他們的方法呢 我看怕也很難 不是叫大家坐以待斃坐在那裡 有些人誤會了我的說法 只不過大家看到發生了的事情就是 在國會大樓裏面 有四個示威者盼命去捍衛公義 以及要尋求真相 那怎麼辦呢 全國都跟他割隻 那些人還好說那個退役的女軍人 就說他是恐怖分子也有的 那你真心都淡了 對不對 所以民兵他喜歡做就做 但是人家到最後如果不做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怪到人家 你要顧及 原來社會接受程度是很低的 這些事情 而且民主黨就是從中作梗 配合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來製造輿論氛圍出來 就是不利這些事情發生 但是去年他們不說 去年你不看到Facebook或者Twitter 去封禁Antifa或者封禁 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動 沒有的 這就是雙重標準 其實就不在於說 究竟那個手段有多激烈的問題 而是在於大家的站位究竟是怎樣 當我是在野黨的時候 那下面的人做什麼都可以 你就個個在那裡裝盲 裝看不到 最好越亂越好 讓特朗普也無法管治 好了 到他要推那隻拜登上去做所謂總統的時候 他當然要求所謂law and order 本身這件事特朗普也說 law and order 要法治和秩序 那時候去年他不說 今年他們說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上位 他們要做打仗 有什麼好說 根本上你都不是說邏輯 不是說道理 是說強權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很失望 接著就看看這個Twitter 就說無限期停用特朗普的帳號 就說由於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 決定永久停用特朗普的帳戶 這些也是根本上很荒誕 你說特朗普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 他什麼時候有煽動暴力呢 為什麼去年席捲全國那些動亂 又不見你去封鎖別人的帳號呢 那些人現在還在口吵吵 是不是先封了他 這個Bad Lives Matter的頭目 經常說要求見拜登 求見賀錦麗 好像博政治分贓 那樣 根本上就是有強權無功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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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